今后开个小酒馆 我得请你 老板你们家这个商业模式 就是十几个菜免费 我刚才每一种都成了 我要给你解释一下 它不是免费的 我们这小菜的加盘 收的是五块钱一味 但是我们的小菜随便吃 五块钱随便吃 对 喜欢吃什么就打什么 那我打十份也可以 只是我们是提倡不浪费 反正你就能吃多少吃多少 我刚才我都吃了 浪费可吃 那请问五块钱吃十个菜可以 也可以的 四个人吃也行 都行的 嘿那你怎么赚钱呀 米饭也是含在里边的 含在里面的 我还喝了你的汤 那你这个提花 你这些肥肠 你别的小店贵吗 我们都是不贵 比别的小店要便宜一点点 便宜一点 可以五块钱包十个菜 对对对 赚钱吗 因为很薄的 一年赚多少 你这面积也不小 就300平米 我看我们今年种了 差不多一年了 5月26号就一年了 一年就可能还是有几十万 赚几十万 消失了多少 消失了几百万 几百万 现在应该有四百多了 就是8%的纯利润 很低的 那老板这些食材都是本地的便宜 我们都是本地的 全是用的新鲜的 没在别的地儿再加盟店 没有 我们是加盟的 这个名字是加盟的 但是我们的菜品 我们是全部是我们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对 比如说烧肥肠和牛肉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它不统一输出食材 不统一 因为 它输出管理 对要管理的 装修 同一风格 装修统一风格 管理统一风格 但是菜品哪个地方的味道不一样 我们就改这一块品不同意管理的 那菜品都是你的 对 客源也是你的 它不给你到本地生活推广客源 不管 偶尔要来一次推广 那换个名字做自己的品牌吧 还可以再加盟 这个我还没想 投资了多少 投资了70多万 哪来的钱 我们几个股东大伙投资的 那赚了钱按股出的钱多少分 那你当管理者也没有管理分红 没有 就主播都有一半以上分红的 没有 那你出钱的人有不干活的吗 还是都在这干活 没有都要干活的 干活的人一起出钱干 对 明白 反正我们股东也每个月拿工资 没有干活的 今后开个小酒馆 我得请你 就这套菜品的准备 可以的 货店烂蹄花 对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有那种小时候的感觉 我们小时候都 比如说家里像四方桌 八仙桌 这八个人都是这样的 碗我们都吃的土碗 这么开放在宜宾这么湿热 不够凉快 这两天还行吗 夜里都开24小时 那台里一天能有八个 对 我看我们一天的翻台 最高的时候就是说 一天有多少个人就餐吗 一百多人 听见了吧 什么叫低增 这是博利多销 性能提高了 价格还得降低 不是性价比 性价比的含义是性能提高 咱们价格贵点 现在是性能提升 价格还得低 叫价性比 我们刚才四个人 就花了五块钱连米饭 再十个小菜面 等于是免费 我们点了五个热菜 总共花了不到二百块钱 人均不到五十 你们菜算点的多的了 还算多的 因为我是李总 他们这个过分热情 但是您放心 我都没剩 一会儿都给吃了 可以 走 两百块钱 还加上三瓶大气水 是不是咱凉菜 接近免费菜 咱都给吃光 一会儿把西红柿再给吃光 这个是付费的